最后我们公司受人客委托 一副二冲程引擎 给NSR用的 基本上这副机器就是 日本T2 Racing 手造机器 它的所有东西都是重新做设计 另外一件最大特色 这个是300cc 的盘 其实二冲程已经停产了很多年 二冲选耗亦都比较大 找零件、原装零件都不太容易 有鉴于这样 日本的T2 Racing 手造了很多零件 可以用在MC21和MC28 很多日本的车主比赛会用 亦有很多买回来在道路上使用 这个中盘是泰国NSR150 中盘 当然要经过改良才能用到这副机器 上下150加上就是300 因为它的马力比原装大 例如它的水喉 例如它的入水、出水位 都是比较大 目的就是让它散热 会更加有良好的效果 几个铁线 它的所有弹弓、螺丝 用一些轻量化的合金 都是重新再做过的 还有硬度都有改良的 这个金色盘头的燃烧室 是可以因应场地和天气 去改变它的压缩比 来配合这副机器 因为二冲车低扭较弱 它的RC挖脑会在低转的时候关闭 转速高时它就会打开 而这个死器挖脑最大的特色 改了做连杆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误差 而原装的是拉威亚的 那个误差都比较大 因为威亚会长 稍后我们将这副机器 安装到一架PGM4 到时再跟大家 作出详细的报道